城裡大作戰 究竟誰是誰非 有人說我光明頂閃了一晚 是否劈砲 還有陳腫不滿 當然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這次做一年365天 吊頸也要休息一下 香港有發定十多天的勞工假期 加上做寫字樓還有長短週 我逃節晚晚捱夜11點至12點 慘過去中國城大富豪上班 說得多有時是要告假 我上星期五告假是早在三個星期之前 已經在商台入址 向監製和CEO申請 那時不知道 接著有件這麼厲害的城裡大龍鳳 指這是否意識不良 趣味低級 我們要問自己 城裡是一個香港的共業現象 什麼叫做共業呢 有這樣的貨賣 你有很多東西的要求 它有得賣 你隨便搶著去買 這件事就叫做收視率或者收聽率 一個電台經營是非常昂貴 日日燒銀子 養大棚人 又是林海峰 又是茶小欣 我逃節雖然是廉價老公 但是其他人 每個人是廉身過幾百萬 如果廣告收入有什麼依辱 不但隨時是要虧本 而且就算政府給你一個牌子 你也不敢揹 所以開門做生意 最重要的評判 以及廣告的收入是直接掛勾 你知道現在的廣告商 全部都是香港的盛女 是開裝 他會問你這個時段 有多少人聽 那個名頂多少 兩三萬 大龍鳳做盛女的那一星期 三百萬 那我光顧這個時段 運動一盤生意 做一個電台的CEO 就是看著一頭家 六七個小孩子 每個人都要買奶粉 交學費 穿雙鞋和吃頓飯 是很辛苦的 所以外面的一些人 對這件事有點誤解 我會說他們 吃米不知米桂 陳總是一個非常之英明的媒介CEO 有很遠大的眼光 陳總在他一手經驗之下 TVB年年賺大錢 你說他的判斷一定是英明的 雖然你未必喜歡 陳總本身也是一個趣味高尚的人 他在英國倫敦的時候 是去West End看歌劇的 喜不喜歡是一件事 Rating和做生意的廣告收入 這件事 是要凌駕在我們個人的喜好之上 年輕人 將來出來社會做事 就是這樣 我會主角切成的 與您同時 在做生意的 作詞 有種碰壞